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自從上次上載月色火鍋之後,很多網友都留言了 這個月色火鍋真的相當有風味 如果更簡單,可以買椰青水煮雞鍋 也有很多網友留言問一些豆漿火鍋的做法 如何做到有豆漿味和味濃?為何要問這麼多? 做這些豆漿火鍋都是在家裏做的就是最簡單 首先,這些豆漿火鍋很配合海鮮的 這次為了龍中騎士,買了一條紅瓜紙回來 這些紅瓜紙班都是冰鮮魚當買的 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魚當買的,可以買的,價錢又不貴 一百元鬆一點 基本上,兩個人出去吃火鍋 都是差不多一價錢,四五百元 但一定吃不到這麼漂亮的紅瓜紙班 不吹著,先把魚趾上去 這些魚回來也是很簡單的 這類型的魚當冰鮮魚 一定是沒有新鮮魚 沒有那麼生猛的 但如果我們會選擇,可以選擇一條很不錯 這些冰鮮魚有一個好處 冰鮮了幾天,肉也會有熟成,比較濃郁 要如何去除腥味和肉味更加提升呢 用鹽,攪拌十多分鐘 底底面面 去除腥味和魚身有些散 就順便去除 我們先擦勻 整條魚在外外擦勻 約十多分鐘就清洗 除了新鮮魚之外 我買了一些炸魚皮 這些豆漿魚鍋 最重要是有些韶菜 還有豆腐 更加相得益張 在蔬菜當中,這些韶菜較為簡單 我自己習慣 外面的一塊,我多數都不吃 我只吃裡面的 我先切頭 一般來說,韶菜 頭部最嫩 這部分就切多一點 中間就不用切太多 這些也不用切太多 到最後,我切開 至於尾巴也是相對簡單 一開小 這樣就可以了 有時候吃火鍋 這些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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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丟掉它 用來吃火鍋 很棒的 吸收湯 浸浸浸浸就行了 這些韶菜 這些韶菜 如果在韶菜店買到韶菜 你跟老闆說 買韶菜 你不知道也不要緊 因為韶菜 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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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弄破这些豆腐 之前也做过普林炸豆腐 都是用这两个包子豆腐去做 有些外国网友留言 卫星师傅,我在外国买人的包子豆腐怎么办 不要紧的,就用当地的食材,当地的豆腐去做 烹调方法最重要,还有基本 如果用盒装豆腐,你也会脱脱 相对简单,就用盒装豆腐 然后炸,就可以了 或者用火锅,就这样切掉 这次的汤底,简单也不简单 买了一些现成的母糖豆浆 如果你想它更好吃的,就加一盒鸡汤 这样就可以开始吃火锅 至于你喜欢吃什么菜,也可以加些酵菜 加些杂菌 这个方法在外国网友都相当适合采用 因为食材容易购买 当然你去到超市买这些豆浆,或者鸡汤 你都要看清楚出厂日期 特别是这些,要冰这些豆浆 我不建议你在家边店买,因为豆浆一定要足够的温度 长期要冰,不容易会变的 这些豆浆,也就是说一句 你要买母糖的 曾经在网络上有个国王的新衣笑话 拿了一些甜的豆浆去吃火锅 有些网友跟着它 然后整家人吃到一口泡 你说好笑不好笑? 那些笑料又真的... 听到已经很好笑 为什么呢? 因为... 拍摄的又不知道 看的又不懂 就像行片档那样 那就不要紧了,我们就吹一条鱼 这条鱼差不多两斤多重 这样圆条,起肉,打火锅 基本上一条鱼,加上豆浆汤底 我就已经够了 当用盐,拿了它之后 我的目的不是要醃咸 那我们就要醃咸它 让它的肉再收紧一点 逼迫它的鱼 一些不好的味道 逼迫它出来 接着我们就用尖刀 然后我们就刮一刀 因为鱼当的老板 打鱼可能没有打得那么细致 背部的位置未必可以打得到 现在这时候我们就刮一刮它 刮到割田中 然后用锅帽子的胶袋 就把锅帽子挖一刀 这些就刮一刮它 当刮干净了,就用圆条去清洗 当然,有时候去到冰鲜鱼当 也要看看冰鲜鱼 它的色泽是否鲜艳 眼睛和你交流的程度 一定没有新鲜鱼那样高 有6-7分就已经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 看看它的翼齐不齐全 因为这些红瓜子斑 全部都是海鱼 冰鲜鱼当买 有时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这些可以用起肉打边路 起肉炒球 煎斑片也是相当适合的 不懂怎样做也不要紧 YouTube搜索职人吹水 煎斑片 蒸斑头腩 红瓜子如何拆骨起肉 就看这条 以前也做过 这次就和大家温故之身 现在洗干净 用尖刀一路洗一路慢慢刮 洗了四五次之后 摸摸鱼皮 不滑手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把瓶水 然后还有什么海鲜呢 来吧 把蟹放在里面 我都说过了 这些豆乳火锅 豆浆锅 打边路 就很适合海鲜 刚刚下午已经做了三只 这些叫做掩仔蟹 怎样是掩仔呢 还没拍过拖 这些蟹 这些蟹呢 现在也是相当当做的 长程大家可以看我 胡椒油盐焗掩仔蟹那条影片 这些蟹当做不单价钱便宜 品质亦是不错 这些蟹是断根鸡 我不建议大家买断根鸡 因为大家都看到 那条水草比蟹更重 这些蟹是一百元四只 不怕吃 回到这里也很简单 首先 放在碗里 放入水 这些蟹呢 这些蟹呢 一旦有水玩 就已经相当开心了 如果你回来 你还没煮之前 就先放入冰箱 因为我种了 四只蟹当中 这种蟹就叫做最慢爪 不是太新鲜 不是太新鲜 我们去选择这些 看眼睛动不动 看脚动不动 这样 因为这些一百元几只 通常都是老闆帮你选择的 那我们清潔也很简单 那我们放点水 放点盐 放点盐 我们等下 用点盐水浸一浸 那大家玩一玩水 玩水过程当中 将一些不好的东西 等它套出来 这两个蟹生不生猛 就要看看 是否玩水 就知道了 那我们捉蟹呢 出去选蟹也好 那我们就不要称这里 也不要称这里 那我们就称这里 称这里 称这里 有点好 你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它爆不爆高 看看这些位置 看看是否新鲜 看看是否新鲜 那些眼睛 有没有跟你打招呼 有时这些蟹呢 你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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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称 那我们等下 先刮一会 待会再去清洁 那我们再看看鱼 因为做这个 鱼锅呢 这个汤底 都是颇为简单 那我们就处理了鱼就可以了 那些外国网友 那你就可以用当地的时令鱼 那些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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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相当之适宜 去吃鱼 因为这些 我们俗称 都是单骨鱼 它没有什么小骨 那一条鱼 我们完全抹到干了 现在我把它改到 那有多大条 一只手臂那么大条 那我们在外面抹 那我们就会用大条的沙滩毛巾去抹 所以会抹得更加彻底一点 那有很多网友就说 那如果我们业界的毛巾 晚上如何清洁 那我稍后就会做一条影片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开始改刀了 那这些这么大条的鱼 如果你是改刀 如果有外国的网友 那如果你们买鱼 有些师傅会和你裹 就叫那些师傅代炉 如果没有也不重要的 那我们回来 我们洗干净了 处理好了 就在液底下 那我们首先在这里 斜斜地 下一刀先 这样我们就 目求就 将这个位置 都要切断它 然后我们随意 就反转它 其实反转它 其实我们都是用同一个方法 那我们就 在这里下一刀 那在这里下一刀 那我们就在这里 都要切断它 那我们最主要呢 就是鱼头这个位置 切断它就开到 那当最尾这里都开了 那整个鱼头分拆出来 接下来我们是起肉 那我们在哪里埋手呢 在刺这边这些位置 那我们又用刀这样 轻轻贴下去 那我们就 绝绝绝绝绝 慢慢偷进去 不用心急 那我们用刀尖 在骨头这些位置 那我们就慢慢落 慢慢落 不需要心急 那这些就慢慢推上去 那最紧要就是在排骨里 那这排骨里 那这边开了之后呢 那这边也是一样的 在这边这边这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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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 慢慢 在骨头上高 那我们就慢慢偷进去 偷到这个位置 那这边 这边开了 那我们就很简单 那我们就抽着骨头 在骨头这个位置 这边有骨头的 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 在这边 就慢慢过骨头 听不听到声音 啊 无需心急 如果一般家庭人储库 哇 过不了啊 那怎么办 拿把剪刀出来都可以 那这些骨头 那我们就慢慢剪刀 那我们就慢慢剪刀 逐一逐一 慢慢剪刀 都同类做到这样的效果 那当骨头过了之后 那我们就拔住它 慢慢 继续 那条骨头 那整条骨头 就起了出来 这边也是一样做法 那我们就不需要心急 慢慢一下一下 最重要是第一套呢 你偷了进去 压着骨头 慢慢进去 压着骨头 慢慢进去 那就可以了 那边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 压着骨头 然后慢慢进去 慢慢进去 慢慢进去 那这边也是 那这边也是 那这边就 压着骨头 先 我都说过 家庭主妇 无需太过顾虑 应付不了 这些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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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 慢慢地剪下去 对吧 就是一条一条一条剪 那是不是很难剪呢 也不是很难剪 一般大杂蝎的 那些剪刀 也是可以应付到 剪到来 大家看到吗 当骨头起了 那我们就贴着刀 那整条骨头 扭起了出来 整体的样貌 一目了然 骨头 可以用来煎汤 这些骨头 也可以用来煎汤 这些骨头 也可以用来煎汤 这些骨头 或者用来骨头 或者用来煎骨头 或者蒸骨头 也可以用来煎汤 很简单 用来煎骨头 用来煎骨头 在这里 下刀 这样 等刀 如果一切骨头 就下刀 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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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用来煎骨头 很容易整个骨头 就化出来 完间最关键 摸 这样 这片也是 整个骨头就 把骨头都化出来 大家便不要太学我 这些刀 就马上摸一下 它 我这把刀真的相当不厉害 不厉害,这里只剩下骨 不要紧的,我们知道 就把骨头偷出来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有老人家 我们主意吃的都是相对于细心的 如果我们打火炉,这些斑片我们怎么切呢? 打火炉就相对简单 我们在尾部片就可以了 但如果我们用来煎斑片,我们就会在这里改 然后在这里慢慢改 打火炉就相对简单了 我们在尾部里,好像之前做的脆弯双飞 就不要这样切 为什么呢? 因为脆弯双飞的这条骨头有很多骨 这些斑片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骨 我们就可以在双飞上来 像一片铺上来 这样就可以了 这些片子尽量按住 一刀割 如果针板底有点骚髒 刮一刮抹一下 最重要的材料是不要滑到 滑到就很难处理 大家看到吗 这些斑片 厚片双飞是最好的 那我们全部把它改成 再把它放进去 接着到这一条 做法也是一样 这一条要和大家分享 第二种 切片方法 这一条再切好 这一条和刚才那一条一样 第二种切片方法 我们就会这样做 这样切出来如果是煎斑片 相对来说 那些纹理会比较好多 大家看到吗 纹理 是相当切好 如果是煎斑片 当然要切厚一点 吃火锅的就不需要切太厚 这一条 这一条也是一样 那我们就切完 现在切了就已经很想吃了 因为这些大红瓜子的火锅 真的要自己做才能吃 在外面吃就不是说没有 但就很贵 那我们先把它放进去 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原条放进冰箱 就可以了 这条鱼处理好之后 就拿起来 现在就开心了 为什么? 眼睛碌碌碌 它玩了一阵水 玩水过程当中 就让它套一套不干净的东西 其实在身上有些 因为这些蟹 有时运送过程当中 会吸收很多电油味 一些不好的味道 会吸收上去 那我们用淡盐水 方便去清洁 还有让它套一套海水 最重要就是 你要拿牙刺出来 这牙刺也是竟门的 当然你不要拿自己的一支 那你就拿另一半的一支 那这些牙刺 就... 拿老婆的一支就最好 不用说了 那我们就在这里拆一拆它 那有时 这些大条银 这些位置 我们就怎么弄它 那现在你蛇咬 你都不要拆它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 做一个 就是这些初步一点 那我们先把银子拆掉 因为这条银子 你一拆掉它 它都会有危机 它会咬你 你不要想着它 那么细小 它不会咬你 咬你也很痛 第一转水 洗完 你看它的水 都是很骯髒的 现在我们再继续洗 一边洗 一边洗 洗了四五次之后 那我就拿回银子上来 喂喂喂喂 喂喂 听话 玩够收视 不要动 那把它放在这里 那我们目的就是 把七八成的污漬 清洗干净 那现在就去处理 那湯蟹也是很多家庭主妇 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的方法 都不难做的 首先我们怎么处理 让蟹没有动力呢 那我们也是很简单 那我们就 拿把刀出来 那我们就在蟹咽这个位置 那里 蟹心这个位置 一刀 那把它放下来之后 当你看到蟹 它开始没有什么动力 那已经成功了 那你先看看它动不动 那它不动 那你现在先和它松绑 就不要一早松 这条水草比蟹更重 那现在就松了 松了水草割完当中 然后再浸一点水 刚才水草这些位置 那我们就再刷一刷 再沖一沖水 当第二次清洗干净之后 其实整个蟹就已经没有动力了 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处理 就是这个蟹 那我们这个蟹 就完全是不要了 如果我们原汁蟹蒸 这边也要处理污积 大家可以看我的影片 去到蟹蒸之后 再清洗一转 然后我们就很简单 如果你这刀 你开得太够深 刚才我们按住 一边一只钳 那我们一抹 整只蟹 那我们就起来了 看到吗 哇!这只蟹很高 这只蟹很高 那我们先处理了蟹染这个位置 这个蟹染 哇! 整只蟹蟹都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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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蟹蟹的嘴对下 就是蟹蟹的嘴对下 就是蟹蟹的嘴蟹 那我们要挑出蟹蟹蟹 这个位置 这个 挑出蟹蟹蟹 这里大部份 全部都是可以吃的 那我们习惯 这些蟹蟹 就在蟹蟹里面 就放一刀 那你不要剁蟹蟹的位置 在这里 轻轻开 就是方便吃的 而且 嘴这个位置 我们也是不要 所以整个蟹蟹 就处理好了 接着这里 就相对简单 那我们在蟹蟹 这些 关节的位置 就放一刀 那我们的 脚 就不要要 尖尖 这些 就不要要 那些蟹蟹 就全部都把它改出来 因为蟹蟹 都是相当糊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改不了的 就用刀剪帮忙 都很简单 那这些 那么细尺 都很简单 那我们就尽量 保留尾子 这个位置 啊 试食 一定是尾子 这个位置 那我们在这里 那 就已经完成了 那 这些蟹蟹 那我们 轻轻拌一拌 有点烈 那就可以了 那整只蟹 放上去 那 就完成了 那 那 再放上去 形状给大家看 但是我们呢 湯完那些蟹 那我们也有稍作冲洗 那 那我们湯了那些蟹 那我们就不要用水 劲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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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劲 因为如果你劲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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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劲� 把无糖豆浆放进去 基本上一份鸡汤和两份豆浆就差不多了 视乎你吃得多咸 如果想浓郁一点,就一份鸡汤和半豆浆 最重要是无糖豆浆 我自己喜欢加胡椒 除了一粒粒的胡椒,再加一些胡椒粉 这个汤底基本上就完成了 至于咸度的,如果不够咸,就加少许盐 但是有鸡汤来说,已经是相当好吃的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你可以用鱼头和骨 可以煎鱼汤去代替鸡汤 然后再加一些豆浆和咸度 每天都可以 煮了一粒豆腐,现在就可以放进去 当然不要像我这样做 放进去 菜头每天都可以放多一点 让它先吸一下汤 先放进去 豆腐和菜汤在滚了 我们就拿回那些鸡汤 有些即食的鸡汤和鱼皮 不少的,当然是我们的主角 至于肉呢,有 午餐肉和火锅就最棒了 煮了 当鸡汤滚起之際,开餐的时候 一个简单快捷的,最重要就是有鱼 相当之夹海鲜 喜欢豆腐锅的网友,请点赞 喜欢吃酵菜网友,订阅我的职人 如果喜欢吃鱼,麻烦你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那我就先吃鱼,下条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我以前都说了,懂得看片尾 整理一样 这些午餐肉呢 我们开之前,在罐底里 放几个洞 这些耳拉式就相当之简单 我们先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这几个洞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我们慢慢移动,慢慢移动 轻而易举,就移动了 有些不懂得开这几个洞 不断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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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 先有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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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